小朋友有時出門口 我們都要搞好久 有時他們明明懂得穿鞋 明明可以自己搞定所有東西 但偏偏就要在出門口 你最趕時間那一刻 他就跟你在派對 不願意穿鞋 其實小朋友他這樣 不外乎有兩個原因 第一 可能他之後那件事 他真的不想去 例如他是不是真的 很不想上學呢 如果很不想上學 我們又要另作別論 我們要解決那件事 是了解一下 究竟學校對他來說 為何會有產生這麼大的恐懼 而如果不是的話 即是他太愛你了 這是一個happy problem 因為當他太愛你的時候 他就不捨得你 當他不想去穿鞋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將他變成 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譬如我們可以跟他一起 去鬥快穿鞋 我們可以特意穿調轉那雙鞋 讓他發現 咦 媽媽你調轉了 或者他不發現 都不要緊 讓他知道原來 媽媽不是快他很多 又或者可能 他都可以贏到媽媽 這個時候 他裡面又會產生了一些 開心的感覺 又或者我們可以有一些 感謝式的鼓勵 例如告訴他 嗯 昨天真的好多謝你 你幫媽媽穿得很快的鞋 然後以致媽媽可以準時出門口 然後準時送你回學校 媽媽真是好多謝你 這樣讓他知道 原來我都可以幫忙做一些事 媽媽 而且很開心 我們又可以有受全息的鼓勵 例如 嗯 Manna 媽媽知道你一定可以幫媽媽做到的 你可以幫媽媽拿一條車匙 哎呀 找不到了 怎麼辦呢 我們快到了 可不可以幫媽媽找啊 那這些時候 其實他生氣生氣 他見到你 好像又真的找不到啊 好啦 我幫你啦 原來 小朋友是天生喜歡幫媽媽的 因為他們很喜歡媽媽的 記住 讚小朋友是沒錯的 不過 我們不要常常在結果 我們就在讚他的一些過程裏 我們的叫鼓勵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 點到 給媽媽媽 走